传播在这个世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您现在收看的是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放 各位大德 各位爱华的菩萨们大家好 阿弥陀佛 不知道哪一位诗人 曾经有一首诗 他说 会是繁花敬艳 春水融融 会是万子千红 彩蝶翩翩 我想在春天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 诗情跟画意 也就是在春天的时候 会有繁花敬艳的感觉 当百花盛开的时候 会觉得对春天充满了一种喜悦跟感恩的感觉 今天我们就用繁花敬艳这样的一个主题来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作品 各位爱华菩萨首先可以欣赏一下这个花器 这个花器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花器 他经过现代的工匠巧工的编织 给我们留下一个这么美的一个精致的一个花器 这个花器它很特殊就是说 它这样子的一个空间的一个上下层次的感觉 跟镂空的 跟它有些地方变得很觅食 有些地方很镂空的一种意境 不过这个都来自中国古画 留下来给我们的很好的这个思考的一个创意的空间 好那今天呢 我这个作品稍微一反改传统的插法 我们平常都会走这样子 像世面八发上开的一个融顺形 那今天呢 我想要用一些这样的一个鸟类的 也就是黄金鸟 因为我们说过呢 在过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吉祥的鸟类的感觉 因为呢 我们会觉得松鹤岩年 或者是很多的吉祥的花语 都会跟着各种的鸟类呢 会有不同的鹤啦 鸟啦 那有奉来仪啊 然后龙凤吉祥 很多这种很吉祥的这个象征 所以我今天呢 把这个作品做一些不同的一个创作 有点现代感跟古典的一个结合 因为呢 我们都很希望就是说 我们的作品能够有一些 特殊跟现代的感觉 因为呢 这个黄金鸟本身感觉上非常喜气 而且色彩也非常的棒 所以我们用一些黄金鸟 让它好像有一点凤凰与飞 或者说那个鸟往上飞的一种感觉 好 那我们插完了这个黄金鸟之后呢 接下来我用这个松 那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现在前面有一只 我这边有一个这样子很 非常漂亮的一只松 好那我把这个松呢 插在黄金鸟的下段 然后让它向外 有一点点扩散的感觉 好 我这边还有一只松 让它往这边 好 那我们用松呢 让它有一点点外放的感觉 好那这个花器呢 它下面有一个竹筒 好 好 那这个竹筒的上面呢 其实我放的是海绵 那中文花衣可不可以用海绵 当然可以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现代这个时代的藏物 但是我们希望 如果能够保持这个 传统的这个部分呢 那当然是更好 好 把这边剪掉 好 那我们把剪下来的松呢 直接就运用在 它的四面八方 好 那我们再插完这个松之后呢 好 接下来呢 我就用这一朵 勺药花 因为我们在插一个龙胜蓝 就是说 很缤纷的 很正式的一个蓝 我们常常希望就是能够用 一点点这个 像这种勺药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这朵勺药我买了 第三天了 哇 真是太美了 好 然后我们用一朵这样的勺药呢 把它当作我们这个主花 好 好 那我现在的蓝呢 我采用的是正质 所谓的正质就是说 我的体粮是向东西方向这样子走 我们称为正质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插上这朵勺药之后 各位阿菩萨可以看到 它的整个感觉 好 那我插完这个勺药之后呢 我再开始加上下段其他的花材 比如说我开始加一点点薄 这个薄 好 我把这个薄呢 稍微加一点绿色的 好 我们把它加点这个薄汁 好 那我们再插一个这个蓝花呢 可以是很 很 很缤纷的 就像我们 在这个刚刚的诗中说的繁花敬艳的感觉 那也可以是什么 可以是很简约的一种魅 所以两个花型的应用都可以 那我们也可以插一些很古典的花材 也可以插一点很现代的花材 比如说如果我们希望它很古典 我们就可以加一些 比如说像山茶花啦 那百合花啦 这类的花材 水仙花啦 那如果我们希望它有一点点古典的话呢 那我们有点现代感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现代的任何的花材 好 那 我现在先把这个薄呢 拆一些 好 那除了这个花以外呢 我现在开始用一些主花的部分 譬如说我用一点点的大理花 或者是用一点点的菊花 好我把这个大理花拿出来 好 那因为这个篮子它不是太大 所以我只选用了一支的勺药 好 好那我现在再加上一点点大理花 好 那这个花形呢 是一种 在古代呢 应用在宫廷中的 比如说我们插在宫廷中 或者是高官櫃甲的空间的运用的 所以 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个这么美的蓝 或这么荣盛的一个花形 我们会很怀疑说 这个在古代真的有这样子的花吗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 其实在古时候的生活的品质 是不亚于我们现代的 好 那我把它 十周呢 加上一点点的 这个大理花 好了 我让有一边很刻意的 还有很多的这个大理花 那这种花呢 我们可以插个十种花财 代表着十全十美 花开富贵的感觉 那也可以不一定要用到十种 就可以随您的需要跟感觉来应用 那我在这个勺药的周围呢 我加了几朵的玫瑰花 我先把前段先插出来 那我们可以发觉呢 其实这个花在插座的时候呢 它要向四面八方 放射 好 让它向四面八方 有点放射出来 好 所以各位阿宝婆她现在可以看到 在从前面的部分呢 就可以看到 颜色非常的 缤纷的这个色彩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补它后段 北方的地方 好 一点点 我来用几朵这个菊花 因为菊花它也有很吉祥的象征 好 它象征大吉大利 好 那我们用一点两朵 这样的花给它压在下段 再用一朵的菊花 把它压在下段 把它压低 好那我现在再把这个绿色的部分呢 做一些修补 同时呢 我在这个侧面的地方加一点金黄色的光灯花 好 那我们知道兰花呢 在中华花艺里面呢 它算是我们的六大器型之中的一个 那我们说呢 兰桂端庄 好 也就是它兰的时候呢 这个花型 会让人家感受到 一种端庄 威夷之美 好 那我们在之前也介绍过 兰呢 象征一种圆满 好 幸福 而且一种礼节 一种规矩 好 所以 那我现在 采用的方式呢 我把同样 感觉的花柴呢 都是同样系列的花柴 把它 分布在一起 好 所以各位阿波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我用了红色跟金黄色在前段的部分 好 那我现在再来加后段的这个部分 我们加一点点绿色的叶子 那我现在用两片大一点点叶子 补它的后段 我们利用这个叶子的色彩呢 可以把花的颜色呢 更加的让它感觉比较充实 因为它里面的海绵小小一块的 所以会比较不好擦 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些花柴 把它慢慢的擦进去去衬托它 好 然后再用一点点 然后再用一个脖子 去补它的这个空间杆 那这样的花形呢 它在中国呢 是盛行在宋朝的 我们宋朝有所谓的荣圣里面的花形 所以宋朝呢 当时听说呢 当时宋朝的太守 他曾经在一次的花的这个活动中呢 用花千万朵 我们现在听起来就觉得很奢侈 不过我想那个感觉一定会有点像 我们台湾今年刚举办过的那个花柴的感觉 因为有时候这种活动呢 是一种艺文的一个推广 像这次台湾的这个花柴呢 带动台湾的花卉的商机 也是非常的大的 好 我们把这个 四周呢 用柴 把它补上 好 好 那前段呢 我用了比较 缤纷的色彩的运用 好 好 那我现在呢 来擦一下它的后段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后段用的是这个 这个花柴 也就是这个 非洲郁金香 也是我们俗称的所谓的披萨 做一下后段 那这个花基本上来讲 虽然我们说它是四面花 但是呢 还是会以南方 为主要的这个部分 因为那个 整个花形呢 它还是要有向阳性 那我们的提梁的前面 我们称为前宫 那提梁的后面呢 我们称为后宫 所以还有前宫后宫的一种美感 好 我把它 用这个披萨加上去 好 好 再加后段的部分 好 那我在后段呢 我加一点点比较紫色的花 就是我现在选用的是结梗 做后段的部分 然后它也是微微的向外放射的感觉 那这样的花形 我们可以用在什么时候呢 比如说有些人有做展览的时候 或者是有人结婚的时候 或者是祝寿的时候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需要这么丰富的花 最近我们有一个同学 他娶媳妇 然后大家就给他送了好多的这个兰花 那其中这也是其中的一个花形之一 好 我把它后段呢 稍微的补一下 让它也是沉放射型出去 好 我把前段再做一点修饰 我们再加一下后段 好 那蓝呢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呢 就是说呢 它是一个 属于是一个 中国非常古典的一种器皿 然后呢 运用在很多的场合 比如说有些蓝 我们今天擦的这个蓝 它是真正的针对 插花用的 可是呢 我们知道很多的蓝 它可能都是一个 用具 或者是一个 比如说 吃饭的 装的一些器皿 我们可以装一些 食用的器皿 那我们称为食盒 或者食蓝 那有些是一些 文物的用品 文具的用品 那有些蓝是用来装 文房世宝的 那有一些呢 是用来特别刻意的当作 装礼的礼物的礼蓝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 蓝子的不同 那我们今天擦的这个蓝 它完全纯粹是 是针对 针对那个插花用具的 好所以我们在四面八方 把它补满了这个蓝子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感觉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蓝顺食 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融顺 好我在后段的部分呢 我再加一点点结梗 好那各位阿花菩萨现在可以在这个作品中看到呢 其实我运用了五种颜色 我们讲说所谓的红黄蓝白黑 五大镇社 那我现在 有刻意的把这个 五大镇社呢 运用在这一件的作品上面 因为五大镇社呢 的搭配也是一种吉祥的象征 好那这个花形呢 可以走一种很高压的衣镜 也可以走一种很 就是说很缤纷的一种感觉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后段的部分 我好像要再加一点点的花 因为后段的花还有一些些的空间 好我再把它后段补一下 不过我们在安置花的时候呢 我们会很刻意的把相同的花摆在一起 好那我今天在这个作品中放的这些花材呢 都是属于一种 在中国插花里面的都是属于一种 有谐音的一种造型 比如说我们的牡丹花呢 它代表着一种富贵 然后圆满 然后大理花呢 代表着一种感谢跟华丽的感觉 然后菊花呢 象征了一种吉利的象征 然后呢 玫瑰代表一种祝福跟长青 然后松跟柏呢 也都有它的一种意境跟寒意在里面 然后我现在加这个千良 它有一种多指多孙 然后开花结果的感觉 好那我把这些花看一下它的四面八方 好那我们在后段的这个北方的地方呢 再加几朵的红玫瑰 因为我们会发觉这边的色彩 稍微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呢 事实上在往北方的方向呢 因为我们说北方属鹰 所以这边的颜色可以稍微少一点 不过有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花呢 因为要考虑到要市面去观看它 所以呢我在这个部分呢 我在后段的地方加一几朵的红玫瑰 可以增加后面的后段的这个色彩度 好那各位阿菩萨现在可以看到呢 包括它后段的部分呢 都感觉上是非常的非常的庄严 而且非常的圆满 好那我们在做完一个这样的作品之后呢 那我们去感受到在生命的这个圆满中 那我们可以感受到像这么缤纷 多彩多姿的一个一个花篮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生命如花篮 但是里面你要怎么去装满它 这个幸福或者快乐或者是圆满呢 都要自己非常的用心的去经营的 好那我们在看完一个这么繁花惊艳的一个 龙顺形的花形之后呢 那我们也再来欣赏一下今天 我为大家准备的这个圆满 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盘 那我们知道呢 事实上在过年的时候不准是插花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用水果来做百事 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蔬菜 来做这个所谓的新盘 那我们所谓的新盘就是 新就是辛辣的新 那也同样就是新春的新 所以新盘也叫春盘 也就是在春天呢 过年的时候呢 那我们可以在家里 像我用了一个这样的 黑色的这样的漆漆的一个盘子 然后平常这个花这个篮子 我可能在收纳一些东西 可是在这个时候我把它打开来 然后把东西清出来 然后我就可以放一些 譬如说萝卜啦 我们米南人象征好彩头啦 然后呢那个 虽然苦瓜 我们是觉得它味道有点苦 但是苦瓜呢 它是瓜叠绵绵的 也像是一种子孙的传承 那当然我们不怕吃苦 因为吃的苦中苦方而能上人 然后可以用一些葱姜蒜 这些的就是有辛辣的味道 也就是当我们学习就是说 一年复食万象更新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你可以摆上任何你喜欢的 这个蔬菜水果都可以 像加上了茄子啊 什么都可以 那像这样的一个蔬果呢 我们用一个红袋子把它绑一下 或者说您可以用那个红纸 这样子把它绑一下下 它就会形成一个满美的一个画面 那如果说 你可以希望说加上一点点百事的话 像我手上这个海珊瑚 这个也是可以做干柴的 那我想在新年的期间呢 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象征意义的 因为这个也是在中国 在唐朝的时候开始 就有这样的一个心盘的一个习惯 所以那个我记得苏东坡在有一首诗里面 他还说那个在小韩的时候 他要先试心盘 所以一年的开始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的有一些那个很多的蔬果 刚刚才发芽或抽芽 刚刚有点成熟 那都是在这个试这个春天 这个新鲜的味道的感觉 那在心盘的背后呢 其实他也是鼓励我们 要白子干头更进一步 然后呢 能够借由一个新春新年的开始呢 能够万象更新 那韵词香花 片满十方 供养山宝 呼华隆天 普讯众生 供入佛字 阿弥陀佛 安饿 紅 啊 했습니다 你好 哦 嗯 黄 黄 各位最近在生命电视台 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 很多人很喜欢 我们也把它翻译成 日文 泰文 印尼文 各种国家的语文 包括英文 来弘扬出去 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 来制作这个90分钟 一分钟 五万块台币 90分钟 但是呢 对世界 对佛法的影响很大 再来 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 然后呢 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 三分钟 五分钟的卡通动画 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 所以希望大家多互持这个 女动画漫画 弘扬佛法的大计划 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 阿弥陀佛 邀请您护持佛教卡通动画制作 护持正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请您护持佛教的故事 一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大家人心非常的不安 造成整個社會整個世界動盪 在佛法來講 這是人類的一個工業 那也可以讓我們醒世的時候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夜報呢 所以說佛陀佛非常的慈悲 利用這種夜報讓我們更來緩醒 是不是我做得不圓滿了嗎 是我們三夜做得不夠了嗎 是我道德修止不好了嗎 這個是令我們緩醒的 所以說眾生的正報圓滿 以保必定圓滿的 我們好好地在新的一年 我們有新的思維新的作為 在我們修飾上 善業上 我們繼續地精進 那眾生的所有一切 我們要發起菩提心 發起善念 讓我們將慈悲的心 來發解祈求我們世界和平 讓人民更能安樂 一切在善法的圓滿之下 是世界上居於世界和平 人類大同 這是機日可待的 在此新年期間 大家融入在許樂當中 我們要更生起一個善念 就是大眾我們來祈求 祈求我們世界和平 祈求我們對疫情能夠早日來洗滅 願所有眾生都生活在善的力量 善的指引之下 大家過著非常安康吉祥 新年期間我們也是生命電視台 每日繼續地播著師父的華語 師父的開示 這是非常吉祥的 所以說大家都要吉祥 那何謂吉祥呢 就是大家要慈悲 要有智慧 要有憐憫之心 這才是大眾能夠得到 無量福報的根源 您為大眾點一盞燈 大眾得了無名消除智慧增長 善根增長 善福遠遠而來 善福遠遠而來 為所有眾生 所有世界的人民 得到獲花 大家平等福報 所以說 所以說入山寶地 無量福報 新春期間 善德 在此 來公祝 電視上所有 一切菩薩 祝你們 牛年 繼續精進 善業更成長 家庭更平安 現世更安樂 到也更成就 阿彌陀佛